翱翔鐵血船四海 兄弟們猜一下我們今天來到了哪裡 今天又開啟了陝西的第N站 整種的鴿舍 因為它養鴿子養了這麼久 也生上很多乾貨 我已經在這邊等了兩個小時 它還沒來 太懶了 很冷啊 這裡有點冷 平原風很大 被拒之門外 但是長臉皮後沒關係 臉皮後抱大腿 這個棚也很大 等一下抱緊大腿 各種類型的鴿舍都要分享給你們 待不來我要挑牆進去了 你信不信我一下子就飛進去 算了 還是等老闆來 等老闆來 身長 身長 老闆在身邊 我也不認識第一次來 看一下這個鴿盆很大 這上面的話應該是兩個賽格盆吧 對 這打地方賽什麼 我不認識你 這鴿舍 這是Alpha嗎 這個 神總好鴿子太多了 我們就從現在開始 然後我們這邊繞過去 到他的 這個 激昂盆逛一下 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從這邊開始你看 都是 15000多億的 查特魯的國家賽的冠軍 這個鴿子 實際上 很多鴿子呢 咱們從14年以後 沒拍過照片了啊 也給鴿子也沒有做過宣傳 你像這鴿子呢 這是當時 查特魯的 12年的全國的 查特魯的冠軍 你像這鴿子 這鴿子呢 是我的 這幾年的功勳的主雄之一啊 這個鴿子呢 是波志的全國的冠軍 他本身呢 也是5萬多億的冠軍 而且呢 後代呢 這麼多年 基本上發揮呢 應該高位啊 四五百隻後代 四五百隻 哦你剛剛跟我講的 重點就適合了 後代啊 對 波志國王 對 你像這隻鴿子呢 也是咱們重點 立國功的 功勳的總鴿之一 這個是先生 這個鴿子呢 是 也是波志的國家賽 當時成奇哥我拿回來的 但是呢 他的後代呢 是 這個鴿子可以說 速度之王 速度之王 對 基本上可以說是 後代呢 在很多 北方的賽場 都給咱們 飛得非常好的 就是他的鴿子 你看他那個鴿子的分數呢 過去是一千五百多 一千六 對 就是他姑姑 他姑姑的分數呢 也是一千四五 以前是一千五六啊 他的爺爺 他的父親 他的家族呢 一直都是 這個行業中的佼佼子 哦 博志先生 隨家也 你像這個鴿子呢 是咱們家的 公鵬的禮器 就是很多公鵬的 高位成績鴿 包括他的孫黛呢 在公鵬飛過 年輕的時候 他的孫黛都出過 應該有 好幾個公鵬的冠軍 都是他的孫黛 公鵬的冠軍 孫黛 你像他自身呢 本身呢 他是 飛的距離呢也遠 他的距離呢 是基本上就是六百公里 你看他這個距離是打的是五百九十四嘛 啊 分數呢也合理 他是個標準分數一千二百多 一千二百多 所以說這個就是屬於一個有頭腦的鴿子 而且呢啊 分數呢也是 你看他是逆風比賽 在其前呢 亚軍的八分鐘 等於說在這麼大的語數中 他能領先八分鐘 是可貴的 而且是頂峰飛的 不容易 你看他這裡邊呢 就有一些 呃 這這個鴿子的後代在南方飛的非常好 比如這個鴿子 你看他裡邊的血脈中 你能看到 他的主要的 有一個是鲁道克拉森的 還有誰呢 哎 萬德威根的 這都是長距離血統裡邊的 非常優秀的 滥翔啊 哎 你看這是 這是 也是 呃 相對於 他這都是個家族裡邊的 當時的很多的代表鴿子 中距離的鴿王啊 對對對 也是在 當時呢 就是 咱們在荷蘭引進的時候呢 也是 非常耀眼的一個鴿子 一個鴿系 這個就可能要打洪峰就用這個 對 這個打雲南 他的後代雲南有高位很多 貴州也有 呃 你剛說的洪峰啊 實際上這一路鴿子就可以勝任 但是呢 咱們這兩年呢 我們沒有去參賽那邊 原因是啥呢 因為好像覺得 貴州這邊呢 呃 就獎金不夠大啊 咱們的重心呢 還是在北方為主 那這個小高北方開了 可能用這個啊 像這兩 好 這三個都可以 這三個在西北這邊 這邊打得都很 這也好 這個鴿子 這個鴿子在 你像這的 他們的孩子呢 他的孫代呢 威力都飛過冠軍 呃 像這 那個鴿子的五官冠軍 啊 像這 他們的孩子呢 都是咱們 西安宮棚 還有這個 很多地方的 公棚的高位的 都都 都跟他有關 這個就耐想 比較耐想 那個速度 嗯 非常好的歌 這個都是早期引進的啊 嗯 現在每年還有引進 像哈利啊 保時捷啊 都有啊 基特兒啊 都有吧 對 都有 來上去他的記樣棚 看一下啊 走 那這邊呢 這邊還有歌王啊 呃 這這也是來看 好 這實際上很多 我是現在呢 這個搬過來以後呢 當時 搬過來很多照片啊 我回來也沒照啊 這都是過去的照片 這個呢 是實際上就是羊的啊 羊的那一路 003啊 利奥的 利奥的那個 一路優秀的鴿子 歐元和羊的 這個是荷蘭的 佑哥冠軍啊 荷蘭的佑哥冠軍啊 這是當時的 這是我 這是我過去我自己的 一些總歌啊 這西安的四冠冠軍 四冠軍啊 這裡有渦倫啊 渦倫很厲害的一鴿子啊 渦倫啊 白鋪號啊 非常好 那這個呢 對 這這也是 百萬元帥 這是哎 這是桑杰士配的鐵雪 當時做的非常優秀的一個 成績總歌啊 他的後代呢 也是表現非常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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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咱們很多照片去掉 這是你看這個是咱們 公爵 公爵 這個鴿子呢 是利奧啊 就是利奧 也就是 呃 利奧赫爾曼配的呢 是葛瑪莉的 下來的這個鴿子 這個鴿子呢 自身呢 當時呢 呃 也是正在飛的時候 咱們買回來了 他沒有那個啥 多了 這都是過去的成績 其實上他後代成績 發發發的特別好 對對對 你像那個呢 是拉蘇特年的 一個一個全國的七 但是大驅他是冠軍 這個鴿子呢 就是呃 他的家族非常棒 他的家族裡邊呢 實際上就是 詹姆斯邦德 還有那個啥 就是過去吉波特啊 嗯 就是優秀的 直接下來的 蘇雅克啊 有蘇雅克的血統啊 啊 他這個鴿子 世界大兵鴿 他這個鴿子的 家族好 因為我引進的不是一直 他的姑姑也是 蓋雷的高位啊 家裡剛說 單單這個高位哈 歐洲國家賽高位的 就上百語哈 啊 幾百語呢 太多了太多了 就幾百語 對 上去逛一下 邊逛邊點 呃 咱們到後邊去吧 還是到這裡 這裡也看一下 這個呢 是 這是咱們的 19年的威力莊園的那個冠軍 19年莊園的冠軍 這個鴿子給咱們立了功了 啊 一千多萬就這個贏的 呃 你像這個鴿子呢 這是去年這贏了三百多 這是 這是二一年的 三百多 這個鴿子也 上去走一下 隨便走一下快 這個是咱們西安這邊的 一個無一樣的五官冠軍 這個鴿子呢 實際上當時也可以 這在漢中 2020年的啊 對 四名贏了很多 他的父親本身是 二一年 19年的四名 做出他呢 又飛的是 20年的四名 啊 但是這個鴿子指定一定的挺多 啊 好 同胞 來 天氣上面看了可以了 太多了 兄弟們別看了 現在帶大家看一下 他這邊的激氧盆 啊 大家 咱們也沒對外激氧 沒有對外激氧 就是自己 試驗鴿子的地方 因為咱們獄種啊 要的是 用賽場來驗證 驗證你的 作育的實力 對吧 環境很好 這個就是他們西安這邊的啊 兩個最大的激氧盆 啊 然後我們生總這邊就有兩個啊 一個是探索者 一個是威力 上去看看 好 看一下啊 邊看鴿 邊講解啊 大家 這 這 這就是 今年準備放小鴿子 哦 參加 威力這邊院外比賽的鴿 哦 現在鴿子還沒進來是吧 嗯 馬上就進了 這幾天呢 他就要進鴿子了 所以他說這正在 把這也是 消毒啊 打掃完之後 啊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就是在 嗯 再有幾天吧 小鴿子就上了 羊羊羁啊 基本上這個 這一個棚 這個棚呢 就是150餘左右吧 這麼空間這麼大才150餘左右 對 哦 這個棚那一一間就養30餘啊 啊 大概就是這樣 啊一間30餘啊 五個棚 是這樣子 就是這幾間棚簡單養一點 啊 都自己的殼子在這邊打 對 啊 他們這邊西安的棚跟我們福建有點不一樣啊 不一樣啊 他們這邊就是 這樣子啊 活動空間就比較小 啊 旁邊那邊台式的會比較多 然後跳台就是這樣子進來 對 啊你看一下 就這樣子 啊 這裡有個走廊啊 那這個打威力的威力還威起啊 威力 威力的鴿子有什麼要求啊 像這邊的威力的鴿子呢 實際上 嗯 今年他的賽制調整 賽制呢 今年調整成四關 嗯 打五關的時候呢 相對你像 在近幾年呢 這個 環境的原因等等 他那個連著兩年他打的 都不是很理想 就是 鴿子呢 歸槽量不夠 嗯 但是在19年呢 他打得最好 19年當時上 上賽 呃 打到 五關 咱們當時是五關冠軍的時候呢 平均分數還是一千三百多 嗯 啊 所以說 在19年呢 他虧槽率 當時是 下來還有 存篷可能還有三千多隻鴿子 你們 打得非常好 威力是打平原還是打山區啊 他打的是三個方向 嗯 就是 有山區 有鉤勒 有沙漠 還有平原 這麼難飛啊 對 他打的西線呢 打的是銀川 哦 東線呢 打的是山西的近中 哦 北線呢 又打的是榆林和內馬交集的 哦 那大概什麼體型的鴿子 呃 這個鴿子還是 主要的來說 你想想鮮的鴿子呢 要穩中有快 穩中有快 哦 剛才給你說了嘛 五關冠軍呢是 一千三百多的分數 就是打五關平均分數一千三百 嗯 就是每一關 肯定就要超過一千三百多的分數 哦 所以說西安的整體 現在在西安參賽的鴿子呢 基本上就是要保持在一千二三這個分數 嗯 就是適合於西安的 鴿子還要飛山區 然後又平原又沙漠 對對對 又勾勒 還有勾勒 所以說這個西安的賽場 只要能打下來的鴿子 你參加外邊的比賽呢 相對來說 從智商 從他的速度都能 都能跟得上 那確實挺好 啊 起步都是五百是吧還是 起步五百 三個方向都是五百 三個方向五個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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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他是 降了 一個 一個難度 就是打成四個五百 兩個方向 哦 今年他打的是 中 和 榆林這邊 就是 內猛和榆交接 打這個 那現在獎金來到多少 現在 現在沒以前那麼大 基本上也在 一個多億吧 過去呢都在三個億中 Oh God Please No 旁邊看一下 就兩個棚一模一樣了 嗯 哇 你看一下他這邊鴿子 馴放鴿子還是 你看 沒有咱們這個區域呢 相對來說就是 前邊呢 視野比較 好 就是開闊 你像這個天氣這兩天呢 有霧霾 你看看不清那個山了啊 其實平常沒有霧霾的時候 看這個山上的建築物 人走動都能看見 都能看見 啊 那麼清楚啊 對現在呢是 有這個 什麼原因 那這邊都 小鴿子都 這就是這沒有 這是去年我留的 給自己留的鴿子 啊 去年給自己留的鴿子 是吧 要不要這邊稍微看一下呢 留的鴿子我還沒挑呢 哦 你也可以看一下 這都還沒挑呢 這都是咱們 後期做的 晚生鴿子留下來 晚生鴿子留下來 是吧 留下來我要 對我要挑呢 我挑完了 也就是其他的再去 這都沒動 還沒動呢 有讓他放一放 飛一飛嗎 發育發育嗎 對 開始起初是放一放嗎 然後後期就關起來了 因為人有時候忙了也顧不上 你要整天去放鴿子 也沒有那些時間 就是留種的 嗯 留種的小鴿子一些 做的小鴿子 那就是說自己的鴿子 基本上就盡情繁育留種這樣子 對對對 下去他的總鴿棚看一下 那探索者的路線跟他是一樣嗎 探索者一樣 打的賽線是一樣的 反正是西安的賽賽場 基本上就是在6000左右 過去呢1萬多 過去1萬多 過去9年都在 都在 都大於數 那探索者有沒有一個億呢 探索者有沒有一個億呢